大家好,多謝大會邀請我 因為很難得 我小時候其實是不懂得說話的 我以前是媽媽帶我去那些語言導師去學說話的 因為我幾個音是說得不好的 經常被人笑的 好自卑,好自卑 我去到中學都不敢說話的 我一路英文都學得不好 一路都學得不好 但是呢 我很喜歡電影 大家都知道我是電影導演 我很喜歡電影,那我怎麼辦呢 那時候其實網上又不是很發達 我想要進一間電影學院去學東西 去學電影 因為我希望一生追求電影 我的理想來的 但是我又英文不好 演藝學院的要求 是要英文合格的 那時候叫會考,我們中學五年級 會考的公開時要英文合格 我之後決定我不讀書了 因為我覺得在學校裡面 學得比電影更少 我覺得學校是培養我們 將我們學習的興趣磨滅 因為學校是考試的 我很反叛的 你知道我拍十年次分 也知道我多反叛 不讀書了 我中四開始沒讀 中五會考就考 最後英文不合格 只有兩科合格 我想要自學電影 你不要看死我 我不進入電影學院 我都可以學電影的 然後我最後 做了孤雷 我真的做孤雷 知道什麼叫孤雷 是搬運工人的孤雷 很辛苦 我打算打工 不用去想事情 那就搬課 不停地想電影 想去圖書館學電影 學不到的 辛苦到我快要死了 我做了一年的孤雷 我跟自己說 我是不是喜歡電影 如果你真的做電影 你反過來 你可不可以不要看死 這個教育制度 考完之後 入了演藝 你就一片天空 但我未讀過書 我兩年 中四中五已經沒有讀書了 再出來工作也沒有讀書 然後我決定回去讀 我問我自己叫問題 你願意為電影犧牲多少 如果你真的對電影這麼有熱情 你說一生是追求電影的話 你花一年時間去重讀回考 重讀中五 你行不行 我很不喜歡 好 我讀 我讀 我覺得 我的啟發就是 我要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但現實 我要做很多我不喜歡做的事 我進去讀書 很用心去讀 很用心去讀 我就是為了我的理想 我告訴你這個考育制度多差 我要贏你 然後 考了很久 真的考了 我覺得很有信心 我收拳的時候 我一邊笑又一邊哭 我這麼辛苦 回頭去讀書 這麼多年之後 你以為我可以嗎 我一打開我笑 是苦笑 我也是英文不合格 我科科也合格 是英文不合格 你猜我怎樣 然後我再問自己一個問題 一次考試是否 all or nothing 所以不好意思 其實我不太喜歡大會這個題目 我不要認同 我不要認同 all or nothing 你怎樣 一次機會 或者一個行為 一件事 就可以獲得全部 還是一無所有 你不要判死了自己 我再問一次自己 你可不可以讀多一年 我再一次同樣的問題 你喜歡電影好多嗎 你的熱情好多嗎 再來多一年 好啊 我再來多一年 你猜我行不行 哇 你們這樣當然是另一頭 哈哈哈哈哈哈 遣過剃頭我得了 然後再讀A級 因為你得了 你未必一定能入到演藝 我 requirement 是basic 然後我最終入了演藝 我最後讀了四年 演藝學院電影展示 我是第一次畢業的 多謝大家 好辛苦 所以這件事 你問我想 我不喜歡all or nothing 因為我覺得 我不應該看死自己 我不應該看死自己 我是從小到大 這麼自卑 我不能夠出來演講的 我不能夠英文合格的 我不能夠入電影學院的 我不能夠入電影學院的 當你看死的時候 你真的死了 你的將來 你的未來的可能性 都判死了 另一個 最近我判死了的 就是十年 就是十年 嘩 這麼快的 十年都要電影 我想說 哎呀 只有十萬 我那時候都是 拍了去 打算在YouTube放的 而已 但你怎麼猜到 十年 這麼小的預算 這些戲 會可以在戲院上 戲院上完之後 這麼大的回行 然後會在戲院不上 你真的不要看死十年 在YouTube上 嘩 我去了戲院 我也想看死 嘩 正啊 正啊 然後我猜不到 你控制不到的 我只能夠控制的 就是拍好我的電影 更加猜不到的 我猜大家都猜不到十年 我只是分享多一樣十年 你問我 我更加覺得我不應該看死 因為我拍完十年 因為我的戲呢 這個主角是基督徒 我心想死了 那些爺爺爺 會不會罵我呢 拍這些事情 即是你知道 香港基督教有多保守的 是不是 我看死了 不管了 哎呀 上YouTube而已 哎呀 有人罵也算了 有人罵 可能多謝人的土豆也好 但是你猜不到 你真的不要判死很多事情 戲院不能做 我們做社區放映 你不要看死十年 社區放映的票房 是很不錯的 我想說 很多人去打電話給我們去做 暗地裡做了很多場放映 超過八幾二百場放映 做了最多的 你知道什麼機構嗎? 你不要看死 基督教 是基督教最多人看的 我們走訪了香港 不知道是不是所有 十幾間 十幾間香港的神學院 誠意邀請我們出來做講座 我滴汗了 我真的要認罪灰改 更加感動的是 有一個牧者跟我說 是牧師來的 我不認識他的 他跟我說 就是輾轉跟我說 我看完十年 我哭了兩次 我看完之後 我在Facebook公開 向所有的匯眾 認罪悔改 嘩 看完十年 認罪悔改 什麼事啊 牧師 他說過往 太多人警告過他 自己的自我審查 在港壇上 不會說社會議題 不說政治 他覺得看完十年 他覺得認錯 跟匯眾說 我以後不會在港壇上 去迴避這些問題 迴避社會議題 嘩 我十年真的很有希望 十年套戲 你不知大過泰國 很絕望的嘛 但你不要判死他 同樣 我也不希望 你看完十年 以為十年香港之後 是這樣的 你不要看死香港 好嗎 看死香港 也是看死你自己 有些事不需要看死 我的經驗 看死了就是死 當你不看死的時候 你才會有自由 那個自由是 你有很多可能性 你看死了 你就不會走過一步 一步你也不會走 但是你憑什麼看死 我憑什麼看死十年 我憑什麼看死 我考不到英文 我見到十年 很大的感慨就是 我估計不到 環境 所有事情 我控制不到 我只希望我有一個宗旨 就如我戲裡面 我寫一個對白 我還有一個宗旨 不是看得不得 是看對不對 這個才是出路 環境不停有轉變 還有我真的想說 你有沒有資格去看死任何事情 你沒有資格去看死香港 甚至沒有資格去看死你自己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可能性很大 這個上帝才是最好的劇本 這個上天 你沒想到十年是這樣 好 不要看死 當然我不是叫你不要判斷 你留下2% 起碼 你留下2% 給共產黨 好嗎 你留下2% 給香港獨立 好嗎 你留下2% 給和平理性非暴力 你留下2% 給基督徒 你留下2% 甚至葉寶城 可以拿2% 你進行圓 你留下3% 我欠一個對方 你留下3% 少了 我也要拿3% 先停下 為了異鄉 看你自己,你想做些什麽 你對還是不對,不是看環境 我們香港人就是看行不行 什麽都行不行 這句對白,其實去年這套戲就出了 是我三年前,我也是教中學的 有兩個中學生,他跟我說 老師,我想試試去遊行 好,我帶他去七一遊行 他等待走的時候,他問我 其實走了這麽多年,沒有影響 沒有改變的了,他看死了 他還走,我突然不知道怎樣回答他 走幾步,想怎樣回答這兩個學生 我就回答他這一句 我不知道行不行 我不知道行不行有沒有用 當然歷史不代表一定沒有用 也可能真的沒有用 但我重點要說的是 對還是不對 我有什麽要走出來 無論在政治上,無論你追求理想上 你過一步是怎樣 這個你要問你自己 這個才是謙卑 這個才是自由 這個才是我覺得要說的一句話 那個謙卑是 你不要判死,你沒有資格 你只能夠等待環境的變遷 你可以估計環境的變遷 但你不要看死環境 只追求你自己 我是做的事,究竟對還是不對 對的就不要管環境 你就走出去 你就走出去 我要說的 我希望大家對 all are loving 你們去深思一下 我不是唱反調 也是的,唱反調 但這個是 all are loving 給我的一個反思 我希望今天 所說的 簡單的一些古提的話 希望成為你們的祝福 多謝 謝謝